好 上一部影片我们讲了Pcentral它的演算法 那现在就是要自己徒手从零到有把这个演算法给写出来 那当然你会说我能不能用人家写好的东西来自我不要自己去写下面这一串的东西 因为毕竟它这个东西是用class的方式来写 那对初学的来讲其实class并不是一个刚开始就会学到的东西 那当然是可以 那在我们第三章的时候就会讲到说 Cycident里面也有一些的指令 它就可以做Pcentral的一些估计了 所以的确不用自己从头开始写 但是为什么这个作者在第二章就要把这东西拿出来吓大家 照他的说法是说 他是希望呢 之后你再用Cycident里面的一些指令来做的话 那不管现在执行什么样的分类或分群的方法 那你大概可以知道呢 他后面的程式是怎么写的 其实就是类似我们这样子来写的 所以了解一下从零到有怎么去创建出来的呢 或许有助于呢 你以后假如用人家写好的那种指令 或人家写好的API来做的话 你大概可以知道他里面在做些什么事情呢 所以呢 假如你对这个class的写法没什么兴趣 你也没有兴趣呢 从零到有呢 自己去把一个演算法写出来的话 那接下来的十几分钟呢 事实上你是可以跳过去的 你是可以跳过去 那但是你还是要执行他哦 这样的话呢 下面的东西呢 才可以继续跑下去哦 好那事实上呢 就我自己写作呢 我也很少写这个class啦 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程式写作者 应该说根本就是很糟糕的程式写作者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那种互动式的方式 就是我写一行就会有回馈 写一行就有回馈 那除非呢 有些东西真的重复太多次了 那我就会把它写成一个函数的样子 那可以看让程式的工整一点 但是呢 假如说自己要去创造一个类别的话 那实际上呢 我自己也很少 很少这样子写了 那看是看得懂 不过写的 假如说要从零到游的话 也是有点困难的 好那关于这个class呢 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呢 我曾经在上一个系列里面 也就是录Python for Finance的系列里面 曾经有两部影片 是在解释这个东西 所以你可以到我的网上去看 你怎么开这么慢呢 好 然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播放的清单 有一个清单叫做Python for Finance 那它其实呢 应该有67部影片 现在只有放20部上去 因为终于快开学了 那个TA助理呢 要慢慢的回来工作了 好 所以呢 在第13部影片 跟第14部影片呢 就讲一下什么东西叫做OOP 就是物件导向的程式设计 好 所以啊 我们例如说 它就会跟你介绍说 什么东西叫做class 什么东西叫做物件 什么东西叫属性attribute 那什么叫mastered 那什么东西叫做参数 那什么东西叫做实力化 叫做实力化 大概这边有一些很粗浅的介绍啊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哦 但是呢 我们说其实一个 这个物件导向的写法呢 它基本上就是呢 要去创造出一个class 那class呢 就可以让你自己去设计呢 你这个物件的点什么点什么 就可以自己去设计出来 那大家假如看过Python的程式的话 就发现呢 它常常就是一个东西点什么点什么 事实上那个就是物件导向的概念 例如说呢 我们input numpy 那通常呢这个npy呢名字很长 所以呢我们会给它写个简写哦 那比如说叫做np 所以之后呢 我们就可能会np.random 然后呢再点什么 rndint之类的 那话讲说呢 一个一个点下去呢 其实就是好像呢 在一层一层的去找 你要的那个东西的感觉哦 但是呢 有时候你会想说 我能不能自己去创造出点什么点什么 能不能自己去创造出来呢 那当然是可以的啊 所以呢这就是 事实上就是这种class的写法 好 换句话说它可以让你自己去创造出 你呢就是有一个名称 比如说percentral 然后呢点什么点什么 你就可以自己去点下去了 所以啊 嗯 它就提供了使用者呢 一个自己创造 更弹性的做法的一个方式哦 好那这个class的写法呢 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首先呢你先对你的class呢 啊做一个啊名称的命名哦 那命名完之后呢 通常下面呢就会有一大堆的说明 那这个说明呢 会用啊 嗯 三个双以后呢 就把它刮起来哦 那换句话说呢 在执行程式的时候呢 这段东西是不会被执行的 但是呢写这个说明呢 其实是还蛮有必要的 假如说你是一个啊 程式开发者的话 因为呢 有时候人家假如看见这个 percentral它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的话 他可能要做一下 线上的检索 例如说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 你假如呢 percentral不晓得是什么东西 其实你可以打个问号 做一下线上的检索 那这时候呢 就会把 你放在下面这一行字呢 就把它给秀出来哦 那这样的话呢 就有助于 大家呢去了解你写的程式是什么 好那 通常呢把这个class呢 命名完之后呢 下面就会有一个第一App 然后呢有两个底线 IRNT再两个底线 那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叫做一个建构值 建构值 那这个建构值什么意思呢 那通常初学者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就有一大堆什么save点什么save点什么 那你可以把它想象呢 其实类别 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念 这个class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 它只是呢定义某个东西很抽象的概念 但是呢 通常呢我们就是要丢一个实例进去 那那个实例呢 叫做instance 那丢实例进去呢 其实就是去弄一个物件出来 那例如说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class percentrum定义完之后呢 等一下我们应该就想要使用它 我们就可以怎么使用呢 我们就写percentrum 那因为这个class叫做percentrum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命名称叫ppn 所以呢这个pn呢 其实就是一个instance 换句话说呢 我们这样的话就创造出一个物件出来 好像在这个类别里面呢 我们丢一个实例进去 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实例化 那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实例化 也就说呢在一个class里面呢 你只要丢一个instance的进去呢 那实际上呢这个过程就叫做实例化 那例如说呢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ppn 叫ppn 所以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建构纸这边所写的呢 其实这个save呢 就是你丢进来那个物件啊 就是ppn 所以当你今天呢 假如把这个class呢 就把它 另成.ppn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今天你就是在这个类别里面 丢进了一个instance 那好像呢 就丢进一个物件一样 然后那物件呢 就是你命名的名称叫ppn 所以呢这时候呢 那个ppn呢 他就取得了.eta.niter.randomstate的这一个结果 那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这个建构纸 其实基本上就是 你假如对一个物件进来 则呢 他就拥有了我们下面这边所定义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好所以这个save你就把它想成呢 就是你之后呢 会去用这个class的那个命名 所以save.eta 假如说你等一下要用这个class的话 你把它命名叫做ppn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把拧定ppn等于percentral的话 那事实上呢 ppn就可以点eta 点n底线ite 点randomstate 那这个 后面点的东西 其实都是你自己定的 都是自己定的 并不是程式定的 好那通常呢 这个建构纸做完之后 那下面呢 就会定义一大堆的master 那master的呢 就中文翻成方法 方法 但是呢这个方法 其实中文翻译呢 很容易令人混淆啊 但是好像没有更好的翻译 翻译就对了 那所谓的master呢 就是说它有点像是一个 像是一个函数的概念 函数的概念 但是呢 它并不像呢 我们一般在写程式的时候 然后我们自己定义的那个函数 而是呢 它是定义在一个class里面的函数 然后这个函数呢 就是可以让使用者做什么呢 就是说这函数呢 它有时候有一些选项 那可以让使用者呢 去设某些参数进去 然后就可以开始对这一个class呢 做一些的行为的改变 或者是结果的改变等等 好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那当然假如说你要更深度的话 我会建议你还是去修职工系的课 不然就到网路上呢 有很多那种什么物件导向程式 这种什么三小时认识的那种课 可能会比较有用处一点 好所以总言之大概它的概念就是 我们首先先创造出一个class 先把它命名 然后假如说你今天这个class 没有要跟另外class有任何牵连的话 通常这边就写object 然后做完之后呢 就开始呢 去做一个contractor 所以就是会define 然后两个底线 Irnt两个底线 你可能会觉得 就觉得这个两个底线看起来怪怪的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一种特殊的method 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就对了 好所以呢 这个建构值呢 就是建构到底呢 我们等一下那个物件进来之后 它可以取得哪些的属性 那剩下呢 其实就是一大堆def了 就是定义一大堆的方法 让使用者呢 可以去使用 进而呢 改变一下这个物件呢 它的一些的性质 大概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看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class呢 就叫做percentral 那里面就写object 因为呢 这个物件呢 其实跟其他的物件呢 大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性 它是这些新的物件 新的class 好所以呢 再接下来就写一大堆说明 例如说呢 你今天你这个percentral呢 也有哪些的parameter呢 可以让人家去选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先指定一个值进去 那这样的话呢 假如人家不去选这些值 这些变数的值的话 那事实上呢 就是用你预设的 所以你就说呢 我们现在里面呢 有parameter 有eta parameter 那它是一个浮点 那也有呢 到底我们这个演算法 演算几次 那这个是一个整数 还有一个random state 那这个也是个整数 那这random state呢 其实就是固定一个 一个sudo的乱数啦 也就是说呢 乱数基本上应该是 你做的乱数 跟我做乱数 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 这个对写书的人 会产生一些困扰 因为呢 今天假如说 我在写书的时候 然后用乱数呢 跟你自己买这本书回去之后 在电脑前面呢 做出来结果的乱数 不一样的话 那可能呢 会有人不明就理说 为什么这个作者呢 写的东西 跟我自己呢 在我的电脑跑出来的东西 竟然是不一样的呢 事实上不一样 本来就很正常啊 会一样才怪呢 因为都是在抽乱数嘛 所以呢 不一样是很正常的 但是呢 为了避免 有些人可能呢 会觉得 为什么会 我做出来的结果 都做不出书上的结果 所以通常呢 你可以去固定 某个random state 那换句话说 你就写random state 就等于某个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虽然 都是在抽乱数 但是你抽到乱数 跟我抽乱数 就会一样的乱 一样的乱 所以一样 你的乱跟我的乱 都是一样的乱 其实这听起来还蛮有哲学性的 好 总而言之呢 它就有一些些parameter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个都是写在constructor里面的 好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attribute 就是它并没有被写在这个constructor里面 但是呢 今天只要我们丢进了instance之后 丢进一个实例之后呢 那那个实例呢 不但会得到.eta.niter 还有.random state 那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呢 随时去定义它的一些属性 那这怎么定义呢 等一下我们会看 基本上就是 你就写save. 什么东西 那事实上这个东西就 好像就是 随时定义 随时用的一个感觉 那这也是一个instance的属性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会随手去定义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w 那w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就是我们上一部影片所说的 那我们呢 在做percentral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所有的解释变数 然后呢 做跟w做个线性组合 应该说把所有的解释变数 做个线性组合 那这个解释变数前面的这个系数 w1到wm 就是我们要估计的东西 就是我们要估计的参数 好 那数换教授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一维的阵列 那就是叫w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我们要去估计的那些参数 好 那还有Aros呢 Aros等一下它会定义说 到底呢 这个模型它 预估的错误的个数是多少 那它为什么想要收集这件事情呢 那我们先偷看一下答案 好了 就说呢 它想要知道呢 我们大概做了几个Epoch 也就是说我们大概做了几次的运算之后 那这个被分类错误的个数是多少 它想要记录这件事情 所以 它等一下呢 会去创造出一个save.arrow 那里面呢 本来是一个空空的list 空空的清单 但是呢 随着我们今天在 演算法在进行的过程之中 那结果就会一个一个丢进去 一个一个丢进去 好 那这个呢 大概就是对这个class的说明 所以人家检索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这一堆的说明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建一个constructor 好像就是呢 我们脚丢进了一个instance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一个物件一样 好 所以它的写法呢 就是def 就是define的意思 然后一定要有两个底线 然后写个init 就是initial的意思 然后再两个底线 后来后面的关号呢 通常就是写个save 但是呢 你之后之下 接下来就是定义save 点什么点什么点什么 看你到底呢 要赋予这个instance 的什么样的属性 但是呢 其实这个属性呢 其实你可以先做某些的预设啦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用这个程式 其实是有点懒惰的 他呢 基本上就是说 好吧 我都用你预设的值就好 所以呢 很多东西你可能呢 要先把它预设一下 那像signkit-learn呢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套件呢 其实那个预设值都还预设的不错啦 就是说 他大概把现在呢 用这种方法呢 比较好的一些其实字 或者比较好的一些参数值呢 或者是原始的paper 所提到建议的参数值呢 大概都把它当作是预设值了 所以真的就可以让你很懒惰的 你什么东西都不选 你也可以全部用它的预设的结果 但是呢 我们这边就是帮人家预设 ETA ETA事实上就是学习速率 就是我们上一部影片所讲的 那这个percentral呢 这个作者他在做的时候 他事实上是每次更新W呢 那就是用这个公式去做 那前面就是有个学习速率 后面事实上就是呢 你估计错误的时候 那这一个 Y也就是标准答案减掉呢 今天估计出来的分类的那个类别的值 然后呢最后再乘以 d这个解释变数 所以这个lanta呢 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学习速率 那学习速率呢 我们就给他预设0.01吧 那earn interaction呢 就是说我们这整个东西呢 都就是要跑50次 这个也是我们的预设 那reign state呢 我们刚讲过就是呢 定某个数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读者所取的乱数 就会跟作者的乱数 就是一样的乱数就对了 好 那这样子洗完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是save.etl 那你也不要觉得是save很奇怪啦 基本上就是等一下 我们只要丢个实例进来的话呢 那例如说丢个实例 我们就把这个percentral 订成点ppn的话 那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把它save 讲成就ppn 所以ppn呢 就开始可以点etl 点我们定义的这个东西 好所以呢 我们就这间一个实例 丢进来之后呢 它就会启动了这个 就会实例化 就开始实例化 所以呢 这个实例呢 这个物件它就有.eta.n 底线iter 而呢 这个东西的值 就是等于我们刚刚所给它的预设值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写一大堆的method 一大堆的method 那通常呢 这种机器学习的套件 那它的演算法呢 其实大概做起来都千篇一律 第一个呢 就是你把人家所定义的一个指令呢 拿出来 然后呢 就定它某个名称 然后之后就什么 就点fit 点fit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在估计 这个演算法里面呢 要被估计的那些参数 那通常点fit之后还会点predict 也就是呢 我们今天假如有新的点丢进来 或者是呢 旧的s的解释变数丢进来之后 请它去帮我们预测 到底这个点会被分类在1或-1 那还有呢 就是说比较常用的就是 点predict probability 就是预测某个点进来之后 它被分在每个类别的几率 或者是呢 有时候会有点evaluate 那就是呢 我现在丢进一堆东西 一堆点进去之后 一堆点进去之后 请你帮我呢 去求例如说 正确率是多少 等等之类的 好所以大概千片一律 都是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们就会定义一个东西 叫做fit 那这个fit呢 就是去估计 估计里面参数的意思 好所以呢 它这边就写个definefit 然后还是一样save 就是一个那个物件进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有解释变数x 还有呢 每一个点 它的标准答案y 那接下来呢 那它又写了一大堆注解 便于人家呢 在查询的时候 那例如说呢 嗯 假如有人呢 他用这个指令的话 他就把这个percentual 令他等于ppn 那他令他等于ppn之后呢 其实不仅取得了这个 建构子里面的这些 attribute 事实上呢 他也取得了下面这些 method 所以他可能就会呢 去检索一下 ppn.fit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出现下面的这一堆的说明了 那当然你假如说你的程式是自用的话 那你自认呢 你以后也不是这个程式要用好几年 那你其实不写说明也是可以的啦 但是你假如是开发者的话 最好就把说明写一写 那其实我建议呢 呃有机会就把说明写一写吧 不然啊 你假如到这个年纪呢 你会发现说 怎么三天前写的程式 你竟然自己 三天后都看不懂在做什么事了 这个是 这是常常发生的事 好所以呢 他说说点fit呢 我们就是会丢进x跟丢进y 那他说呢 x事实上就是类似一个阵列 y也是类似一个阵列 那阵列这个ship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就举呢 等一下他会丢进来这个 这个圆尾花的这个资料库啦 那这个圆尾花资料库呢 那这个圆尾花资料库呢 我们在 在上上部影片呢 大致看过 他有150笔的资料 所以呢 他的解释变数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他有150笔的资料 而且呢 他有四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 这个x呢 其实就是150乘以4 那这四个解释变数呢 其实就是 花二长花二宽 跟花半长花半宽 好所以呢 像这样子的一个阵列呢 他在python里面呢 他的ship呢 其实就是150 150 然后豆点4 他就是一个二维的 二维的tensor 通常我比较喜欢讲二维的张量 好 所以他就说呢 其实ship是长成这样 好那这个y呢 我们记得说 因为有150个样本 然后呢 有总共有三个类别 花交出就是三种花 每种花呢 总共有50个 这个样本 好 所以通常呢 我们在上线性代数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 今天呢 在人文科学里面 一个向量 假如呢 没有特别指明的话 我们通常反应呢 都是蓝向量 所以你可能会把这个y呢 想成说 他是不是就是150乘以1的一个向量 那的确没有错 在线性代数里面呢 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150乘以1呢 其实他基本上 在python里面 他是觉得说 他就是一个一维的东西 那一维的东西呢 那一维的张量呢 事实上你就用一个数字来描述他的chip就好了 所以通常呢 这种 假如是一维的 一维的正列的话 那你假如去查他chip的话 他就会写个150 然后逗点 就这样子 那你就知道说 其实他指的呢 就是现在这一个正列 事实上 他是一个一维的正列 但是呢 我们在教学上 或学术上 或课本上 或惯用上呢 对于向量的确是 蛮喜欢写成150乘以1 但是150乘以1 你就是用两个数字来描述 这个像呢 ship 其实在python里面 他就觉得这就是二维的概念 可是明明你这个数字呢 又是一维的想法 所以呢 除非你真的是可以去把它 reship成150乘以1啦 不然假如说你今天呢 就是丢进一个 一维正列进去的话 那你去查 在python里面 查ship 他通常就会给你这样子的写法 就是150 然后逗点就结束了 那初学者也会觉得很疑惑 他为什么不写个150 逗点1呢 那里面就是因为150 逗点1 其实就 Pithon来讲 他就觉得是二维的正列了 但是 你丢进来的就是一维的正列啊 所以他就会写个150 逗点这个样子 好 那 这大概就是一些说明了 好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看呢 到底怎么去 点fit 就是怎么去估计我们的参数 那这参数呢 到底要怎么去估计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上一部影片 所讲的 我们这个的作者呢 他所使用的这个 带有学习速率的 percentorm的那个 参数的更新方法 好 所以他现在呢 就说我们要给这个w 一些的起始值 那当然有些书会说 这个w的起始值 我们都全部设0就可以了 也未尝不可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喜欢给他一些 在0附近的起始值 好 所以我们就说numpy.random numpy.random numpy.random 就是在numpy里面的random 的那个套件里面呢 我们想要去抓乱数的一个套件 好 所以我们就是numpy.random -random state 我们先把random state 把它固定下来 好 所以你看一下 这有一个stave.random state 基本上就是呢 我们这边定义的东西 你可以把它想成 假如今天呢 你把percentual 另成点ppn的话 基本上就是ppn.random state 好 所以呢我们就先把这个random state 先把它命名叫做rgen 好 所以你就发现 其实pn真的就是一个点什么 点什么一直点下去的一个物件导向的事情 好 那我们把the next state 定义完之后 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点normal 换句话说呢 我们希望每一个w呢 它其实它的起始值呢 就是在一个常态分配里面去抓一些乱数出来 那这常态分配呢 我们都知道它有两个母数 一个是期望值 一个是变异数 或者是所谓的标准差 那在这个程式写法里面呢 其实用的大部分我看到都是标准差 而且都叫做scale 好 所以这个location呢 其实就是期望值 就平均数 然后这个scale呢 其实就是标准差 所以呢我们现在打算在一个 期望值是0 标准差是0.01的常态分配里面去抓出一些乱数出来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东西标准差很小 所以还蛮集中在0附近的 好 但是呢我们到底呢 这个size要是多少呢 好 那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size呢就是1 再加上了大x的shap 中括号1 那大x的shap 那大x的shap 我们刚刚讲过了 就像呢这个大x的shap 我们等一下拿鸢尾画的话 它shap 其实就是两个数字 那第一个数字是150 第二个数字是4 但是呢 python都是从0开始的 所以第一个数字呢 编号反而是0 第二个数字呢 编号 其实反而是1 好所以你发现呢 他现在就说 我要在x的shap里面呢 把编号1的数字抓出来 那事实上就是什么 就是抓出4 也就是呢 我们现在有4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 我们必须呢去 标准常态分配里面 不是标准常态分配 在我们所指定的这个常态分配里面呢 去抓4个乱数 但是想看看 哎 其实好像少一个W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 今天这4个解释变数呢 就是因为每一朵花 它有花半场花半宽 花二场花二宽 可是通常我们呢 在上一部影片 我们都讲说呢 我们习惯给它一个那个 BIOS 就是所谓的拮据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本来呢 Z大于某个门槛SETA 我们会负予它1 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个SETA 剪掉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说Z大于等于0 我们就负予给它1 好所以呢 我们习惯就加一个拮据项进去 这个大概就是通常所谓的BIOS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 就叫做BIOS 但是它好像就是把某一个门槛 或某个值把它平准的概念 所以呢 这边除了W1到W4之外呢 事实上我们还要加一个W0 W0 也就是解据项 也就是解据项 所以呢 我们总共要去抓5个段数出来 所以它这边Size呢 才会写1 再加上呢 大X.Shape 所以在我们刚刚所举的例子里面 就是1再加上4 所以呢 就是抓5个段数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必须要去估计W0 W1 一直到W4 总共要估计5个参数 所以呢 我们这5个参数呢 就都给它起始值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个东西 我们就把它叫做Size.W底线 那你会说Size.W底线 我们刚刚呢 在这个Constructor里面 并没有去定义它 那没有关系 其实呢 这个 这个物件呢 丢进来这个Instance 其实它可以任意的点什么点什么 然后呢 在下面就自己再多定义出来 也没有问题 并不一定呢 一定要写在上面这地方 那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啦 但是呢 有时候你可能随手 就想要再多定义某些东西的话 其实你接续之后再写 也是行的 好所以呢 所以呢 刚刚那个 要估计的那些参数的向量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Size.W底线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它想要把呢 每一个epo 可能每一轮呢 在估计的时候 到底有几个点 被分类错误 这个过程 也要把它记录下 所以这个就是呢 要把它放在一个Aerror里面 那这个 它就定一个东西 叫做State of Aeros 然后也是一个底线 那首先呢 先丢一个空空的list 这个资料结构进来 那 现在里面是空空的 但是等一下呢 我们跑完了一个 我们跑完一些结果之后呢 这结果就会依序的呢 就被丢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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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这样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就是写个回圈吧 那基本上应该是说 写两个回圈啊 所以呢 我们说for一个东西 in range 什么什么的话 那事实上呢 for 通常呢 for一个Doming Variable 一个亚变数 in range多少 这是一个很常用的 一个回圈的写法 那 前面这个Doming Variable 你当然可以写for i for j 甚至你假如是中文的话 你可以for j for e 等等 但是有时候呢 写程式呢 就想那个变数的名称 还真的蛮难想的 所以就有时候就写个底线吧 好像就是呢 暂时用一下你这个符号的感觉 好 所以我们说for一个底线 你可以把它想到就是一个index 一个Doming Variable 然后in range save.niter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说呢 我们预设让这一个过程跑50次 所以呢 我们就说in range50 那in range50呢 其实这个底线呢 它的值就会从0 一直01234一直到49 那换句话说也是跑了50次 但是呢 它是从0开始一直到49而已 也就是说呢 通常这个in range多少 那后面这个数呢 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碰到的数 所以我们写50进去的话 那实际上呢 这个Doming Variable 就只会到49而已 但是呢 它是从0开始的 所以0到19 终究还是跑了50次 好 那每次呢 那要重新跑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这个上一次估计错误 也就是分类错误的点数呢 就把它重新归理 重新归理 然后就开始要去计算 这一次的iteration呢 到底估计的错误点数个数是多少 好 然后在接下来呢 他就说我现在就把这个x跟y呢 就把它zip起来 zip其实就是一个拉链的意思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x本来它可能是一个阵列 y可能是一个阵列 但是呢 我们今天假如把zipxy的话 那其实呢 我们就把这个阵列呢 相同位置的地方的数 就把它好像拉链一样 就把它给拉起来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可能就可以把编号0的那一笔 那一朵花的x 跟编号0那一朵花的正确答案y 我们就把它抽出来 那事实上 x跟y本来是分别是不同的阵列 但是我们今天把它zip起来的话 那就是呢 这个阵列相同编号的位置的数 就会被我们一次 就会被我们同时抓出来 那抓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x呢 就把它命名叫做xi 那这个y呢 我们就把它命名叫做target 那当然呢 你这个两个当名 你可以随便取你爱的名字 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就说 好吧 我们每次抓出一个大x跟y 我们就把大x呢 叫做xi 大y呢 小y呢 事实上就是这朵花 它真正的标准答案 就是它到底是属于什么花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做target 好然后呢 我们就定义了update 到底是什么 而且这个式子没有什么 这个式子呢 真的就是我们上一部影片所讲的 我们呢 我们呢 要去更新w的话 则呢 这个更新的部分的子气 就是一个eta 乘以实际的标准答案 剪掉估计出来的分类 就实际的类别 剪掉呢 被估计出来的分类类别 再乘以呢 这个x xion 换句话说就是 对应的那个解释变数的值 好所以呢 这个东西就写说update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dataw 好 它就等于呢 一个save eta 其实就是eta 然后乘以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这里所写的 y 剪掉y hat 就是标准答案 然后剪掉 剪掉 模型预估出来 它被分在哪一类 所以它先把前面这一块呢 就把它叫做update 就把它定成update 好 那update呢 前面这一块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要对 每一个参数呢 都同时去做更新 所以呢 它现在呢 首先先把 我们现在到底有哪些参数呢 我们再回忆一下 我们现在参数有W0 W1 W2 W3 W4 然后呢 这四个参数呢 其实是被放在一个W的阵列里面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现在W的阵列呢 其实它里面就是有W0 W1 W3 W4 然后就写快点 就写W0 然后呢 点点点到W4 好 那啊 你怎么把这个W0 或W1 就是说你要的W 给它给抓出完了 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切片的概念 那不要忘记呢 其实Python都从0开始了 所以W0呢 它的编号实际上是0 然后呢 W1它的编号就是1 那我们现在呢 想要先把W1跟W1到W4呢 就把它给抽出来 毕竟W1跟W4呢 它在更新的时候呢 后面是要乘一个X XI的字 好 所以呢 怎么把它抓出来呢 那我们就用切片的方式 我们就说在W这个阵列里面呢 我们要从 编号1的数字开始取 那也就是编号1 其实就是W1 也就是第二个值 第二个元素 然后一直取到最后 所以一直取到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写一个1 冒号 因为自然取到最后的话 我们冒号后面 这东西就可以不用写 就代表说 它就取到最后的意思 好所以呢 我们就说 我们现在就是把W1到W4 就取出来了 那它呢 其实是一个正列 是一个类似像样的东西 然后那个加等号呢 就是程式里面 常常写的一个东西 因为程式里面 常常必须要做类似 就是x等于s加1 这件事情 那其实呢 我这边讲 这个等于呢 其实不大好 因为呢 在程式的写作里面呢 这个等号真的不是等于的意思 它比较像是assign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 这样的讲法 应该是说 当s角是 例如说是0的话 然后呢 0加1就等于1 然后呢 我就assign呢 这个1就等于x 1就等于x 换句话说呢 这个等号 并不是真的equal to的概念 好 那因为呢 我们常常需要写这个x等于s加1 我还是把它念等于 比较常 比较习惯 那我们因为常常需要写这个x等于s加1 然后1就是s等于s-1 然后呢 x然后相乘 s乘号等于1 就是x等于s乘以1 不过s等于s乘以1 听起来怪怪的 不知道在做什么 对 然后呢 当然也可以去定义类似的除法 好 所以呢 我们说w1到w4呢 它就必须要去做更新 好 所以呢 每一个w呢 它事实上就是上面算出来的这个update 乘以呢 我们这个x里面的对应位置的那个xi 那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这个写法呢 感觉起来好像是只对一个数在写 但是呢 你不要忘记 因为numpi里面呢 它有一个向量化运算的概念 所以呢 通常你这个写法好像只是对某个单一的w 然后就让它等于自己那个单一的w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但是呢 事实上它已经在做向量化的运算了 也就是说呢 它会对这个向量同样位置的东西都去做 所谓的elementwise 也就是 主元素的运算 或者是所谓的点对点的运算 好 所以这样子写的话呢 它就同时会把w1-w4呢 w1-w4都做这一件事情 那当然呢 我们的结局向也是要更新的啦 但是结局向为什么后面就不用乘以什么xi呢 那因为呢 啊我们的结局向 其实呢 我们当初就说这个s0呢 就是把它假设就是e哦 就是令它就是等于1就对 也就是说呢 s0-1的话呢 前面看起来就是只有一个固定定的结局向 就很符合我们一般所讲的什么y等于a a加bx 那那个a就是结局向 那事实上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结局向本来应该乘以一个1 但是呢 事实上我们那个1通常都可以把它不用写 所以好像第一项就是一个符号 那个就是结局向哦 好那因为结局向呢 它基本上它并没有乘以x 它其实是乘以一个1 那乘以1呢 有乘跟没乘呢 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跟其他的w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w0呢 也就是这个w阵列的编号里那个w0 那个元素就是w0 换句话说就是结局向 那我们也要把它update啊 所以呢 我们就说结局向就加等于上面所算出来的update 那本来要乘以1 但是其实有成没成都一样 那就不成了 好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也要记录一下 它在这个epoq在这个跑的过程 在这150次 在这50次跑的过程之中 到底被分类错误几次哦 好所以呢 这里就写个error加等号 那你就知道现在就是error加等号 就是error等于error加上后面这一项 那error本来是什么呢 error本来是0啊 好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跑这个回圈的时候 然后今天只要有被估计错误的点 那它呢 这个error是就会等于error是再加上呢 被估计错误的次数哦 那换句话说 最后这error的值就是 我们跑完这一轮之后 那被分类错误的那个个数 好所以我们看啊 这边就是error加等于 然后呢 int就是整数的意思啊 然后update呢 这里就是不等号的意思哦 也就是惊叹号等于 就是一个不等号的意思 它说update假如不等于0的话 那其实呢 就代表说 有些点被分类错误了 因为我们说过说 这个percentual它的起 它的演算法呢 是今天只要有点进来 然后在现在估计出来的w之下呢 发现它被分类错误的话 就要去更新w0了 那假如被分类错误的话呢 其实这一项就会等 这一项就会不等于0了 所以他就说呢 今天假如update不等于0的话 那你呢 那你呢 就把 就把那个 就把那个次 就把它给记下来哦 好 所以我们每抓个点进来之后 error就等于 error再加上 到底这次有没有被估计错误哦 好 所以这样子全部跑完之后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一轮50次全部跑完 到底被估计错误的点数是多少 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丢进去上面这个 sale.error的这个空空的集合 空空的list里面 所以呢 这个用的方法就是点append的概念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sale.error死 然后呢 就点append 那话讲说 就是我们现在想要把东西 渐渐的丢进去 那到底要丢什么呢 其实就是丢 括号所写的这个事情 括号所写的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error死 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双回圈 那最主要是里面这个回圈在做 然后做完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error呢 记录下来 然后呢 就丢到这个空空的东西去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就开始去内回圈执行完之后 就外回圈呢 再跳动1 然后再内回圈继续执行 那这样总共执行了50次 50次 好 那这里呢 你可能会想说 有一个叫做self predict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刚刚是很快带过去说 这一项其实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正确答案 剪掉被预估出来的答案 所以正确答案是target 这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刚刚就说 对每个抓出来的点呢 x就是叫做xi y就是叫做target 所以target 是这个点的标准答案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就有个self.predict 你就会发现说 刚刚我们的程式看到现在 也没有看见什么 save.predict 这个东西啊 你不要紧张 其实它是定义在下面 save.predict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这个save.predict 其实就是从下面这边运送完之后呢 就会把它抓上去 然后呢 就可以让上面这里去计算了 也就是说 看见这个save.predict 然后就call下面这一个messor的 然后就把这个结果就把它传上去 所以大致演算法真的就是这样 这写起来真的是不到20行 或者是不到10行 这就是我记得林轩天老师的团片里面 好像说这个东西演算法写起来 根本就是比10行还少 还是比20行还少 我有点忘记了 总而言之呢 就是不用写几行就结束了 好 那当然呢 下面呢 他又定义了其他的messor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net input 到底是什么事情 那net input说穿的就是要算什么呢 就是要算W0 然后加W1乘X1 加W2乘X2 加W3乘X3 加W4X乘X4 就是要做这一件的事情 好 所以呢 他事实上就是用numpide里面的dat 所以他就是x跟这个w的向量 但是我们是从编号1的元素之后才开始抓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这就是一个矩阵跟一个向量去做内积 所以假如说你今天在数学上写的话呢 假设这个是x 这个是x的矩阵 然后呢 这个事实上是w的向量 那我们现在w的向量呢 是没有包含结局向的 那通常呢 你在数学上你要怎么写呢 其实就是x这个矩阵 然后呢 乘以这个w的向量 你会这样子去写 150乘以4 对 你会这么去写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矩阵乘以这个向量 但是我现在觉得说 他怎么 他其实是没有办法乘的啊 所以我刚刚这里的w 事实上是讲错了 不是150乘以1 看一下 这个w在这边 所以 我刚刚这个 我刚刚举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我在讲y 在讲y 在讲y 所以我不应该把 直接把它给w写上去 因为我刚刚呢 在画这个向量的时候呢 其实我讲的是y 是y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现在w呢 假设有个向量 然后呢 他就是4乘以1的 就是w1的到w4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s跟w相乘 那在数学上你就会这么写哦 因为呢 150乘以4 跟一个4乘以1的相乘呢 乘起来是可以乘的 就是呢 150 然后乘以4 跟呢 w呢 假设是4乘以1的话呢 这个在矩阵上 在线性代数上呢 事实上是可以算的 是可以算 然后呢 你假如说你是要用numpy. 大致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就 记住哦 那前面呢就是写x 那这个x呢 现在的shape 其实是150 然后4 然后4 然后那跟什么东西都有dut呢 他跟salef.w 然后呢 我们就从编号1的地方开始抓 所以事实上就是只有抓 w1 w2 w3 w4 可是呢 现在这个w呢 其实他事实上他的shape 在Python里面呢 其实就是4 逗号 就是4逗号 所以这两个东西做dut完之后呢 事实上他呢 就会得到150逗号的结果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他好像在做内积 就把前面这个矩阵的每一列 跟后面呢 这个w的列项那样呢 去做内积的感觉 那事实上跟我们限定代数里面 所写的 把这w写成s的话 做出来的结果会是一样的 好所以呢 前面这地方 其实呢就是在做x乘以w 后面呢就是在把结局相加上去而已 好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这个net底线input呢 他就是在做什么呢 他其实就是在计算 我们上一部影片所讲的 w0加w1s1 一直加到w4乘以x4的结果 这东西就叫做netinput 那你会说netinput到底用在哪边呢 用在哪边 就是要用在predict这个地方 好那当然下面这个都是注解 好所以呢 我们说predict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边他就用一个np.hyl np.h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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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觉得就很像 exel里面的if 那个指令 那 exel那if指令通常就是呢 里面会写三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条件 第二样就是条件 条件缴成立就执行第二样 第三样就是条件不成立就执行第三样 所以呢 那p.hyl真的很像是exel的if 好 所以我们就说呢 上面算出来的这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事实上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部影片所讲的这个z 这个z 就z 好所以呢 z假如大一点点的话呢 我们就要赋予它是1 然后呢 也就是说 我们机器就说它就被归在第一类 其他状况呢 就被归在-1 好所以呢 它这边就写self.net input x 那这是什么 这事实上就是我们刚定义的上面的这个函数啊 这个没事的 好 所以呢 就把它叫进来哦 然后呢 我们就说大1等于0的话呢 则我们这predict的结果就是1 不然呢 predict的结果就是-1 好 所以它就把这整个东西呢 包在一个叫做percentral的物件里面了 这大概就是一个物件导向的程式的一个简单的概念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来看一下这个percentral 那percentral呢 你假如说你要去打问号做索引的话 它就会出现下面这件事情 你就发现这不就是呢 刚刚我们在写的时候呢 写在这边的注解嘛 所以呢 注解是蛮重要的啦 因为它可以让使用者呢 很容易的去了解你这个指令 或者这个这个class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当然呢 你假如说有包的影片全部看过之后 你就发现呢 我常常在线上做这种索引 有些索引是真的写的蛮烂的 几乎有写跟没写一样 但是有些是写的蛮详细的 那当然呢 percentral它是一个class 你就可以拿percentral 然后你就点 然后就按tap键 看看它到底里面有什么 就发现它里面就是有点fit 点netinput 点predict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percentral 它下面所定义的这些method 就是点fit 然后点netinput 点predict 大概就这样 那你会说 为什么它没有点译它 点niter呢 因为你今天呢 这个点译它是save点译它 那换句话说你必须呢 把这一个物件呢 就把它丢一个实力进去 丢个instance进去 那这样那个instance呢 它才会拥有点etat 点n 底线iter 同时呢 拥有下面的 点fit 点netinput 的一个 的一个能力 好 那我们再接下来呢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一行呢 其实它 只是 要告诉你说 假如两个向量它的方向是相同的话 这它的cos值 就会是0 那这有点呼应呢 我们在上一部影片所讲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percentral呢 你在更新这个w的话 基本上就是假如本来一个正确答案是正1被你错误归类在负义的话 那我们就是希望呢 让这个新的w的向量跟x的向量呢 它的夹角就越小越好 因为夹角越小 例如说夹角是在0到90度的话 cos值就会是正的 那就代表呢 u.b是正的 就代表说它就会被赋予正确的1的数 那这个cos值分母 这个向量长度一定是正的 所以你暂时可以不管它 因为它不影响到cos的正负号 所以它下面这里就是要告诉你说 因此今天两个向量的夹角角越相近的话 那其实呢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data出来的值呢 就会越是正号 所以它这一段就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向量呢 叫做123的 它就把它叫做v1 然后呢 v2就是呢 0.5xv1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基本上就是跟v1是平行的 而且方向来相同 只是呢 长度比较短一点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很想要 看看呢 这个v1跟v2呢 它的 acos是多少 那什么叫acos呢 就是 通常我们一般习惯的cos 是给定一个角度去求cos值 那acos就是我们给一个 已经求出来的cos值 去反推这个角度 这就是反三角函数的意思 好 所以它这里呢 就 就 分子这边就是v1.v2 那就是我们这边所写的u.v 然后分母的部分呢 就是两个向量的长度 所以呢 它这边就是用numpi里面的linear algebra 就是linalg 这个套件 然后里面有个nump 就是呢 去算这个向量的长度 所以它就把v1的向量长度 乘以v2的向量长度放在分母 好 所以这两个东西 这个东西算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cosθ的值 那我们现在呢 要去反推那个θ 所以呢 事实上就是acos 所以这np点acos 我们就发现呢 其实这两个向量它的夹角是零 那当然是废话 因为呢 你现在v2根本就是跟v1同方向 只是比较短一点而已 所以它的夹角当然还是零 好 所以啊 我们这边就介绍了这个percentrum 然后就手工链字 从0到5 就把它给写出来哦 好 那下面呢 它就要开始引进 鸢尾花的数的数值哦 然后还要去画一个分类正确图 那换下说下面就是要引进 鸢尾花的数据集 然后去执行我们刚刚所写的这一个class 然后再来就是要把一些图形画出来哦 嗯 那这个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说好了 那我们这部影片呢 就先停在这个地方